今年演艺事业一路飘红的内地女演员刘诗诗 今日现身北京某珠宝展 当天一袭白色肠裙亮相的刘诗诗 格外动人心弦气势不俗 人气仍然居高不下的她自然成为全场焦点 而日前其经纪公司曾宣称趁热打铁 投拍步步惊心二的消息 受到广泛关注 对此刘诗诗作出回应 表示该剧目前只是出入轨道 并未有过多计划 还没有到那么深入的阶段 还是在跟作者童华 在公司在交谈 在想怎么创作这个剧本 所谓人红使非多 跟刘诗诗相比 同样凭借穿越剧 步步惊心在先事业高峰的四爷吴七龙 近期貌似并不顺利 据台湾媒体爆料所述 已经离异的吴七龙 日前正与其经纪人坠入爱河 虽然此事已被当事人一语否决 但其流言蜚语并未就此打住 而当天谈及此事时 刘诗诗先是一脸惊讶壮 随即则表示并不知效 其实我不知道说这件事情 是不是真的 对 所以就是 我觉得可能 可能对他来说 也算是一种关注 一个工作吧 我觉得他可能并不会 太过在意 刘诗诗直言片语中 显然对吴七龙新恋情仪式 并未做出过多关注 尽管如此 刘诗诗依然不忘 现场鼓励好友吴七龙 坦然面对自己感情 双方相互喜欢 才是最为重要 我觉得其实只要 双方喜欢就好了 我觉得没有什么性格 或者说一定要有什么要求 我差点答案 先用诗诗勒 志愿者